你們有沒有人知道打炸辦公室花了13億嗎 然後有10億拿來裝修 另外的在幹嘛 另外我剛好請KOL 6500萬請名稱KOL拍攝影片 找誰 6500萬 6500萬你如果花個1% 請一個常常主持正義 爆破無良店家 的KOL Dinter 1%花1%的費用就好 我可能還不會說什麼 如果柯當選執行居住正義 你的房子下跌 你的看法是什麼 我覺得這樣很好啊 我認為國家的利益 本來就應該大於所有人的利益 這才是民主的真諦嘛 民主就是多數人的福祉 大於少數人的福祉 那如果因為少數人的資產 不動產下跌了 然後來喚取全民的居住正義 我覺得這很合理啊 在一個民主的國家 這兩天黃國昌一直被打 黃國昌716跟那個館長在喊居住正義的遊行嘛 現在媒體就開始打黃國昌名下有很多土地 然後黃國昌出來解釋說那些是種菜的地啊 機靈地什麼的 就有些是在很偏山就是很鄉下的地方 就沒多少錢的一些爛地 然後被抹黑成是草地的始作俑者 我覺得推一百萬步啦 今天就算黃國昌草地 就算黃國昌草房 他為什麼不能喊居住正義 我出來草地我出來草房 為什麼 因為你政府的房屋稅制 就是很適合草啊 就是很適合有錢人拿來錢滾錢 買不動產錢滾錢啊 房地產永遠不會跌啊 我就有錢就去買房地產啊 祖傳土地祖傳房產 買一間房子買一塊地 直接傳三代付三代 你的制度就是這樣子嘛 那我有錢我不買 我不是白癡嗎 對不對 別人錢拿去買不動產錢滾錢 我的錢就放在銀行給通膨吃掉 我不是空的 對不對 建立在你這個智障的稅制之下 我去草房怎麼了 我支持居住正義嘛 但是我不炒 人家的錢越來越多 我的錢越來越少 一直被通膨吃掉 都看你們那些高官在那邊爽 看街上在那邊爽 對不對 這不公平嘛 就算黃國昌炒房 他來推居住正義 我覺得也沒問題啊 更何況他根本沒炒 他那些地都是爛地 媽的連建物都蓋不了 要怎麼炒 然後一堆媒體開始打他有鼓地 欸 今天你手上有房地產的人 還願意站出來支持居住正義 這不是更值得鼓勵嗎 更難能可貴的事情嗎 你知道這個世界就是很可悲 就是仇富 然後那些會仇富的人 就是因為他媽腦子不好 所以才特別的窮 沒能力 腦子又不好使 特別的窮 然後看到人家稍微有點錢 就開始仇視人家 就覺得人家是媽 投胎投得好 他運氣好 絕對不是他有能力 絕對不是他比我聰明 所以他才有錢 就開始仇富 就開始仇富心 就開始討厭黃國昌 覺得他喊居住正義很gay 欸莫名其妙 他手上一堆地 喊居住正義 地價跌房價跌 他不是第一個受害的人嗎 他明明是既得利益者 還願意站出來捍衛居住正義 你們不是更應該要感謝他嗎 怎麼一堆人在那邊 仇富在嘴黃國昌 然後那些 就是洗黃國昌 在炒地炒房的那些更噁心 更他媽雞巴噁心 我真的看得好想吐 怎麼這個社會這麼反制啊 欸 亞洲人的智商 尤其台灣 我印象台灣跟韓國的平均智商 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 怎麼這世道被媒體洗到這麼反制啊 好可憐 真的好可憐 有地沒地有房沒房 跟居住正義沒辦法沒關係啊 我也支持居住正義啊 我也好幾間房啊 而且買沒多久都這幾年買的 難道我在掃房嗎 莫名其妙 現在就是你有錢不買房 你就是白癡啊 你買房房價會漲 啊就算房價不漲 你房子也可以租人 永動包租公 聽過沒有 你在華人的社會 你有房就是當包租公 不是嗎 以後你小孩長大都不用工作啊 你家裡的租金就好啦 那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這根本就不正常嘛 啊但是我沒辦法啊 我只能跟著做啊 為了我的下一代好 為了我未來退休生活可以輕鬆一點 我只能買房啊 我有錢就去買房啊 啊有什麼辦法啊 啊我發抖 但我支持居住正義啊 最好柯文哲上台打一打 我那些房產加起來可能六七千萬 喔啊加起來最好打一打 剩下三四千也沒差 為什麼 因為我不是掃房嘛 我房子買了 以後就是租人 或給我的小孩住 給我的員工當宿舍 沒差啊 你房價別對我來說不痛不癢啊 因為我沒有傲慢 你打房只打到投資客嘛 只打到炒房仔嘛 我沒有炒房啊 那要打就去打啊 那當然你不能說對我沒影響 打了我當然會痛嘛 就當下的資產 感覺少了幾千萬 我當然會痛 但是我知道這長期對這個國家 對這個社會來說是好事 那就好啦 有什麼好不能打的 有什麼好不支持的 一堆媒體 在煽動一些破腦讀者 去煽動那些仇恨 來騙選票 來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 那些上位者明明都是人民 一票一票選出哪個 嘴巴講著人民公僕 為民服務 為國家謀福祉 實際上上任都在想著自己的政治利益 好噁心欸 這根本就不是民主啊 台灣現在真的是假民主 我沒有騙你 某些政黨 某些行為 做起來真的跟共產黨沒有任何區別 黨不想聽 你就不准講 黨不喜歡 你也不許做 不是嗎 你去看一下 哪個黨不是這樣 黨意大於民意 黨的利益大於國家利益 不是嗎 就算你現在是綠粉 就算你現在是藍粉 我講這些話 我相信你也反駁不了 不是嗎 黨的利益絕對大於國家利益嘛 是不是 那黨主席不想聽的話 黨內的人就不能講嘛 那這不是共產黨 那是什麼 那你們這樣跟你們口中最討厭的 中國共產黨有什麼區別 有何異 就他媽沒分別嘛 為什麼你還要當那些共產黨的行為 底下的棋子 那不是棋子嗎 他到處煽動仇恨 去攻擊那些政敵 那你跟那個共產黨在肅清 政敵有什麼區別 只是人家用謀殺嘛 讓你被自殺 讓你不小心跳樓 讓你不小心被車撞死 啊台灣是什麼 台灣就是買通媒體 帶風向 煽動仇恨去攻擊人家 我可以跟你對天發誓 老子沒有拿任何一檔 沒有拿任何一個人的錢 我吃好睡好穿好 我現在賺飽飽 我現在原地退休 我一輩子不工作 我錢也都花不完了 我沒有必要去拿任何的錢 甚至我的房子幾間 噴了 腰斬 都沒有關係 但我是真的看到這個社會長這樣 我是真的很難過 一個當大半輩子政治領袖 存款只有250萬 這能帶你國家嗎 哈哈哈 我只能跟你說 他存款絕對不可能只有250萬 絕對不可能 啊那個打出來就只是騙你嘛 讓你覺得他很清廉嘛 上任就只會理薪水 薪水可能還拿出去捐 怎麼會有人相信他真的只有250萬 講難聽一點 一個保險箱裡面現金水放2000了 隨便一個小型保險箱 就能放2000萬現金了 你會相信他的戶頭 財產只有250萬 就算他要兩三千萬 我覺得都很可憐 但是現在就是很矯情 現在就是很喜歡 利用民眾仇富的心靈在煽動人 所以對立面就是什麼 你支持的人一定很窮 這樣你才能去煽動那些仇富的人來支持你 就很可憐 明明就沒這麼窮 就硬要被講得很窮 來騙一點跳 我就講一句 陳明文在黨內的地位有比賴清德高嗎 陳明文都可以隨隨便便在捷運上掉200萬 你覺得賴清德會只有250萬 那我可憐 詳情請Google 高鐵200萬 民進黨隨便一個立委 公司包裡面就可以帶著200萬現金 啊200萬哪裡來的不知道 當他說什麼 要資助兒子開飲料店 好奇怪 開飲料店為什麼要200萬 應該不用這麼多吧 我看你是眼睛瞎了 就算有 為什麼不用轉賬 為什麼是現金 好奇怪 我真的覺得好奇怪 但沒有關係 你說是我就信了 但是你能隨手拿出200萬 但賴清德總存款只有250 嗯 嗯 2024這一票一定投給賴清德 太輕臉了 他可能想要省大錢 會不會開始行動也來打暗的血影像 沒什麼好打的啊 服務不當官 難道你要說我貪污站隊的錢嗎 啊不好意思 站隊我100% 啊 我污自己站隊的錢 好不好 還是丁特掏空公款 丁特掏空薛洪偉的錢 薛洪偉掏空丁特娛樂有限公司的資產1000萬 估計還是那幾招丁特支持 服貿支持 飛箱 然後也公開你的財產 事務同路人 公開我財產幹嘛 我財產有6000萬有1億 關你屁事 還幫我宣傳啊 啊丁特白手起家 年紀輕輕30歲 自己賺到1億是不是 不會打我啊 打我要幹嘛 所以我覺得啦 這年頭有能力的 有聲量的人都該出來發聲啊 很多人就是怕得罪人 怕沒商案 怕沒錢賺 你就問其他實況主 問他們支持誰 他們他媽誰敢講啊 欸不要啦 政治歸政治 遊戲歸遊戲啦 不要擁住 啊我們開始播娛樂的啦 不要聊這個嚴肅的話題啦 對哪個不是怎樣 誰他媽敢講 哪個不是怕媽的 明天就沒錢賺了 但你如果在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 你有需要為自己的言論 感到擔心 或感到害怕嗎 就像蔡英文上任的時候說的啊 從我上任之後 沒有一個台灣人 需要為自己的認同道歉 對不對 在民主國家 每個都想要言論自由啊 我說執政黨的壞話啊 就要被查水表 那這不是共產黨嗎 回到我前面的話題 這不就共產黨嗎 啊你的國家變成 如果共產黨了 你們還在那邊擔心賺不到錢 不是很可笑嗎 大家討厭中國 我並不是因為討厭中國人 我實際接觸非常多的中國人 他們99%人都是非常nice的 不是大家想像的那種小粉紅 我們所討厭的是中共共產黨的極權專制 不是嗎 但你的國家現在已經變成這樣了 然後你們每個還在為了賺錢 為了怎樣 然後悶不吭聲 不是很可悲嗎 我覺得先知願意也沒什麼不好吧 如果你做得好 不是20年拿永久退休金嗎 不是做滿20年就永久退休了嗎 但是我是建議啦 不要想這個 因為你要待滿20年很困難 聽說有些什麼5年8年就被弄掉了 根本撐不到20年 再來是真的知道20年 搞不好那個勞保會那個爆炸 台灣的勞健保已經快爆炸了 而且一定會爆炸 這個不是新聞 你們可以去查一下 所以知願意我覺得 可以當作短期缺錢的選擇 或者你真的很想要保家衛股 很想要把體能練好 或者你覺得可以當個公務員 你犧牲一點自由 在裡面領公務員的薪水 鐵飯碗也可以吧 我覺得不要當作進去存錢 當作存錢這種心態 我覺得你做不久 你要存錢你有更多更好的方法 你找個兩份工打 你錢會比那個資源亦少嗎 資源一千 要去四萬吧 你找兩份工打 你賺不到四萬嗎 客戈老闆6% 你這樣講我要改0%嗎 真的你自己查一下 勞健保這個一定會破產的 那個就是龐氏騙局 從以前就是什麼 公務員多少退休金幹嘛幹嘛的 工作20年 國家養你一輩子 現在高齡化社會 小孩又少 你覺得不會破產嗎 以前人口比例是平均的 現在人口比例變成倒三角形 年紀大的這麼多 年紀少的這麼少 對不對 現在可能中年人 領退休金的人 可能有一千萬個 然後生產勞力可能五百萬 一比二 但你再過十年 可能就變一比三一比四 那根本就養不起啊 你勞動人口 只有一個在繳稅 然後你要養四個人的退休金 你這樣想就好 怎麼可能啊 那個就是龐氏騙局啊 也不能說龐氏騙局啊 就可能當初他們設計這個退休金沒有想這麼多嘛 因為當初台灣還不是民主的社會 所以你要穩定這個國家 你要先控制誰 你要先控制有槍的人 有槍的人就他媽是軍警 你去查一下 軍警為什麼全部都是國民黨的鐵票 因為當初國民黨瘋狂的幫軍警加薪 我家就是警察世家 不是警察世家 我爸就是警察嘛 就是我爸的兄弟 還有一個伯父 也是當消防隊員 就是警消啦 還有軍人啊 都是第一批被國民黨加薪的 因為手上有槍嘛 所以全部都是國民黨的鐵票啊 在那個時候 就是先加公務員嘛 你穩定公務員了 國家才穩定嘛 所以就開一堆芭蠟票啊 就什麼泥 工作20年 國家養泥一輩子 但這個現實嗎 不可能湧動嘛 這東西是不可能湧動的 這東西從我18歲的時候我就知道 我18歲是什麼時候 我15年前就知道 勞工那些退休金一定會破產 一定 我15年就知道一定會破產 早晚的問題而已 所以我堅決不去考公務員 我本來 我爸很希望我去當警察 希望我可以考個警專幹嘛幹嘛的 但是 我是從來沒有想過啊 因為我知道 當公務員早晚會破產 搞不好他媽 我40歲那突然破產了 跟我說以後沒退休金了 請你工作到80歲 不好意思 嘿嘿 我可只能跟你說 不好意思 國家沒錢了 阿你能怎麼樣 不是嗎 所以我建議大家 能不當公務員就不當公務員 現在時代已經不一樣了 十幾二十年前 大家覺得公務員是鐵飯丸 現在你仔細看一下 國家扛不住啦 那個退休金真的扛不住啦 你那個投進的國民年金 勞退 老保 你每個月都繳幾千塊 那個錢你是不一定拿得到的 有一天可能會被國家吃掉 我不是我眼聳聽啦 那個真的會破產 阿就是看誰是最後一個跑的 你剛好 你爸還是你媽 剛好領到死 然後剛好破產 就是完美 就是全部都領完了 讚讚讚 有些人可能60歲 就破產了 然後後面就不知道怎麼辦 越年輕的越可能倒楣 老一點的可能 搞不好 國家也可以撐個十年二十年 但是你如果現在十八二十 搞不好你一考到公務員就破產了 你一進去做第一份工作 覺得是公務員 覺得只要好好的招酒玩物 你就可以一輩子不熟吃穿 然後你就要開始想 嗯 我不要做這份工作做到八十嗎 我的能力有辦法做到嗎 你在外面公司上班要繳勞吧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 你當公務員有一個很大的優因 就是你退休有退休金嘛 但是在外面勞工退休 你就是沒有退休金的嘛 零一次就沒了吧 所以如果你在外面上班 可以賺的比較多錢 學的比較多 也比較輕鬆 也比較自由 那一樣的錢 你就不要選擇當公務員 你懂嗎 因為公務員在那邊做一輩子 很可能最後你退休金 是根本拿不到的 不要存在這個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相信這個東西 不會有人跟你講 你爸媽搞不好都不知道 但你真的認真去查一下 那如果你現在已經是公務員 那恭喜你 就開始禱告吧 每天禱告 健保不要破產 健保不要破產 破產不要破產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就跟我爸講 蔡英文幾年前砍18% 蔡英文砍18% 被我爸操幹嘛 真的是趙姗姗操 趙姗姗 嚼到我媽是不碰政治的人 我媽覺得政治很無聊 就完全不想聽 嚼到我媽也開始突然蔡英文 但那個時候 我跟我爸講很多 我說他這樣做是對的 因為他如果不做 勞健保破產的更快 我爸本來有18%領 每個月領6萬多吧 砍完剩下4萬 大概砍了三成啦 我印象 就本來有6萬多可以領 只剩下4萬 我說爸爸 你每個月被砍2萬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的 幹我爸那個臉直接 脹紅 剃噗噗直接瞪著我啊 我很久沒有被我爸這樣瞪過 我上次被我爸這樣瞪 是我大概8歲的時候 我拿那個科學麵的粉 撒在我爸頭上 被我爸真的吊起來打 我爸抓著我的小腿 打我屁股 我8歲的時候被我爸這樣打過 我說你被砍2萬是應該的 這樣做才是對的 啊不然 如果不砍 你可能明年連6萬都領不到啦 可能就直接爆了 真的啊 當年 那好幾年前呢 那個時候我還是支持蔡英文的 我覺得他在 往對的地方去做啊 沒有想到這些年 錢都拿去搞網軍 都在抹黑震敵 然後從來不接受採訪 你看蔡英文多久沒有接受記者訪問了 有一個民主國家的總統 可以從來都不接受訪問的嗎 不用接受人民的質疑 他多久沒有上新聞受訪了 你自己回家 你多久沒有看到蔡英文 被記者督麥問問題了 我真的想不起來 我真的想不起來 至少一兩年有了吧 上一次可能是疫情期間了吧 他超久沒有在鏡頭上露面了 就有一個民主國家的總統 可以做到這樣嗎 就一堆網軍一堆側衣在那帶風向 然後要找你問話都問不到 問問題都問不到 台灣的每任總統 做到最後一任都長這樣 都長這副雞巴樣 真的很可憐 每個台灣人民都被騙票 真的是被騙票啊 哪裡不是 你想一下 本來阿扁貪污 投馬英九 他發現馬英九很無能很軟弱 還輕忠 還服帽強度觀山 黑箱作業 對不對 那就投給蔡英文 他投給蔡英文 發現他做很爛 欸可是韓國瑜更爛 那沒辦法 阿不是這樣嗎 台灣這20年來的政治 我用20秒 簡簡單單就帶過 每個人都被騙票啊 哪一個總統 有像當年蔣經國一樣 被歌頌到現在 蓋了什麼十大建設 對不對 我跟你講 阿扁雖然貪污 但是至少我記得 他為國家省很多錢 他蓋很多建設 你們可以去查一下 阿扁的政績 很多國民黨編的預算 幾千億 可能編個兩千億的東西 阿扁也八百億就做好 編個五百億的東西 我四百億就做好 阿扁是第一任 做到這樣的總統 以往台灣的官員是怎樣 預算越偏越多 修這個水溝 預算兩百億 然後追加追加追加 加到五百億 先加一百 再加五十 再加五十 再加八十 再加一百二 過往台灣官員的預算 是瘋狂追加啊 預算編了就編了 還有再給你超過的 還超過好幾倍 還一直追加 但阿扁當年是 國民黨編的預算 他把他預算都沒有滿 還沒追加 還省了一堆錢 李登輝吸盡害死台灣 我跟你講阿 你今天能坐在這裡罵李登輝 毫無恐懼的罵李登輝 你要感謝他 他就是台灣民主之父阿 是李登輝讓台灣走上一條 沒有辦法回頭的民主路阿 還是不是吸盡害死台灣 今天沒有李登輝 你沒有辦法在這裡嘴炮我 我沒有辦法在這裡嘴炮蔡英文阿 前瞻計畫八千億 喔這根本講一個 打炸 真的是 這個政府 我不噴你真的不行 打炸辦公室 我沒點過喔 好不好 我Google打炸跳出來第一個 打炸辦公室花十億裝修 柯文哲這是另一個新竹棒球場 不是你們真的看一下 打炸編列的預算 在這邊 前幾個禮拜才噴過 數位發展部 唐鳳領軍的 先建一個新的數位發展部 編了幾百億 做什麼事 點線面外賣 他在做Uber跟熊貓已經做到的事情 在推廣外賣 不知道再衝他小 阿就算了 然後詐騙一堆 處理不了 欸你不是數位發展部嗎 現在詐騙都是數位最詐騙的阿 都是透過網路FB LINE 都是透過網路在詐騙阿 或者透過電話簡訊 不是嗎 那不是數位發展部管的嗎 數位發展部 管不了詐欺 還要另外再成立一個 打炸專責辦公室 編列十三億預算 有十億 拿來整修設備跟場地 十億阿 你看一下我們民進黨政府 現在在花錢的樣子 花錢的這個嘴臉 十三億的預算 編了十億在設備場地整修 那去你 你數位發展部在幹嘛阿 你數位發展部沒有空間 編列一個部門去打炸 還要另外再拿十三億 再出來再蓋設備 阿再蓋場地 阿再蓋好 再清理防炸 我真的防你嗎 你這十億的設備場地蓋好 多少人的財產 生命財產被騙光了 十三億拿十億去蓋設備 你蓋什麼阿 新竹棒球場喔 真的是拿去蓋新竹棒球場阿 太噁心了這個政府 人民最基本的需求 生理需求 三餐溫飽 第二個人類的基本需求 叫做安全 生命的安全 財產的安全 你連人民第二層的需求 都保護不了了 你整天在那邊跟我扯台獨 在那邊嘴中共 在那邊嗆中共 講人家中共同物人 你已經扯到自我認同去了 人類的自我認同是在 第四層第五層的需求了 你連人民第二層的需求 生命財產你都保護不了 有十億在那邊蓋設備蓋整修 有幾百億在給數位發展部花 你沒有能耐去阻止這些 橫行的詐騙 然後還要再追加13億 真的是垃圾政府 笨授進入的幾款 別的不說 這個就是垃圾 這東西你們不知道吧 有沒有人知道打炸辦公室 花了13億嗎 然後有十億拿來裝修 另外的在幹嘛 另外我剛好請KOL 6500萬請名稱KOL拍攝影片 找誰 6500萬 6500萬你如果花個1% 請一個 常常主持正義 爆破無良店家 的KOL Dinter 1%花1%的費用就好 我可能還不會說什麼 我剛是這塊的噴手 這6500萬他媽你請誰拍嗎 老子連個屁眼都沒看到 請誰啊 6500萬你可以把所有YouTuber 百萬訂閱以上的 全部都叫來拍一遍了 我沒騙你 這個行情我略懂 6500萬真的 最紅的網紅全部都叫來拍一遍 都還有剩 然後我趴趴都沒看到 你到底是請誰拍了 簡直莫名其妙 你不覺得這莫名其妙嗎 這真的超級莫名其妙 都不知道他會請誰啦 你他媽你才是最大的詐騙集團吧 你來蓋機房騙自己人民吧 去 這不是合法的詐騙集團 這是什麼 你打個炸 你需要花10億蓋場地 蓋給詐騙集團用啊 莫名其妙 真的莫名其妙 耶 我甚至是不願意 我不會卡車 你不要再擁有 我身体會給你 我會給你 你不要騙我 我可以 你買了 我可以